啊 來 今年講到租房子的多年 對啊 從來沒有 有錢人耶 不是啊 你不當房東 直接買啊 我就是台灣問題最多的隔代教養的孩子 我跟爺爺奶奶住 所以你成壓力業買第一個房子是你跟范范嗎 沒有 我賣給媽媽 賣給媽媽 所以很快就成為有屋主就對了 因為以前就沒有知道自己房子有多重要這件事情 所以老師你是出社會以後就開始自己住房子 對 我結婚的時候是住在我婆婆家公寓嘛 頂樓的家蓋 他為什麼把你們趕到家蓋去呢 沒有意思 你跟他租是不是 公婆婆婆很疼我耶 你是跟他們租嗎 我沒有 我不是跟他們租 我們要跟公婆一起住嘛 你嫌棄公婆這樣子 大婆還沒結婚你覺得我方便嗎 對啊 所以我們不能住在一起 不方便的原因是怕穿睡衣出來被打 你這樣講老人家會 我這樣講 沒有 我只是會假設性的問題 不會吧 重點不是公婆 重點是那是舊式公寓嘛 那我們想靠近公公婆婆家的 差不多五樓那種 然後就是五樓頂樓在家蓋的鐵皮屋 現在還是有很多 現在還是很多 都很像 對啊 然後那鐵皮屋都會那種 真的是 我說過有一次颱風的時候 我跟我現在在睡午覺嘛 後來人家說老婆老不起 在寫起來 幹什麼 從火上來了 什麼火上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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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什麼軍人來了 屋頂又垮了 屋頂又垮了 因為那時候剛好裁風天 好可怕 這麼危險 所以今天呢我們會討論到的 包含了這個 就租屋在外 很多事情 不是現在一般人能了解的 對 而且台灣呢 就是說 為了能夠找到更好的工作 所離鄉背景的上班族呢 高達五成六耶 但是五成六裡面 又有高達六成五呢 是租房子在外 而且 你知道外縣是來台北市 不得了喔 被坑錢 不了解物價 今天我們都一定討論到 我們現在來討論 今天來賓都是專家 整個第一位租屋經驗很豐富的 嗆到人氣 林秀琴秀琴 秀琴 屋時呢 要看好房屋的結構 小心會住到圍樓喔 喔 對 再來我們歡迎租屋問題呢 處理過非常多的美女仲介 秋紫潔 看房子的時候 不能只有看屋內 室外還戶外的環境也很重要喔 而且白天晚上都要去看 對白天晚上都要看 好再來呢 就是你剛才不要看小超的 寶貝在中間 吳怡萱萱萱 我們會建議這個 上班族的朋友 如果說您要入住到新的房子的時候 要注意居家安全 同時入住新屋要小心 記得要換鎖 欸剛剛這段是 顧坐輕鬆走 不好換鎖 小心對不對 在家裡很多面子要玩 我不要看他玩笑 哇 昨天本來講 你怎麼弄右邊啊 算了 左邊好了 我接下來歡迎這一位 歡迎 歡迎 妖言獲眾 進入最終大場面的資深記者 江中國 兩位子強好 朋友 租房子前呢 要小心房東 租房子後呢 要小心鄰居 租房子前後 要小心你的 押金跟租金 好有感覺 好有感覺 所以你說押金常常會有問題嗎 押金常常就是你繳了 突然你要不租了 那你那個押金 你是一定拿不回來 對 或是你提早要走了 對不對 等等 這個講不完啦 通常押金都是房東跟 房客之間的垃圾在 押金這個是有 有一些規範可以拿到回來嗎 其實通常在押的時候 一般的話押金是兩個月 那如果說房客不租的話 他在簽出月的時候 就有簽訂說 大概一個月前或兩個月前 要提前告知無阻 對 就是告知說我不租了 就可以把押金拿回來 可是通常房東會利用各種的理由 各種的房子去扣押金 類似什麼理由 類似比較常遇到 比如說 在退租的時候 進去檢查房間 哇 你的房子有給我毀損 電器有刮到 然後房子變潮濕了 裡面有定期廚師 用各式各樣的理由 房子裡面被破壞 然後這邊扣三千 那邊扣五千 這邊扣兩千 扣以後就沒來了 公平 對 就中扣西扣的 房東也學到緊操了 老實現在一百多間房子 沒有啊 九十幾而已了 不過其實真的 房東跟這個租客 是互相有一點對立的關係 在這上面 像之前就是有學生 他就是在這個大學附近 租這個民營的宿舍 那他那個房間呢 是本身是有廁所的 所以呢他比較貴 一間要六千塊 那按照租金來講 有的房東好心 他只收你一個月 有的房東呢 按照規矩 照著規矩來 他給你收兩個月 收三個月的 大家千萬別繳啊 那個是二房東 在法律上來講 三個月是站不住腳的喔 三個月就不行 對 結果他就押了兩個月嘛 兩個月就是一萬二啊 現在房東 我告訴你 房東還握有押金 跟你平常相處 他都是看起來 磕磕磕磕磕的 結果咧 後來他不租了嘛 出月到期他不租了 房東進來 就露出圓形的 圓形畢露 一進來就說 欸 為什麼這上面那個 各位知道我們很多宿舍 上面都是那種 一個板子一個板子 推得開 我不知道那個叫什麼東西 西酸蓋 西酸蓋 欸 這個 這個東西怎麼歪了 我跟各位講 很多這種東西 用久了 他就自然會有點歪歪的 潮溼啊 潮溼啊 或你本身房子 親隔間 可能會變形啊 對不對 這怎麼歪了 好 他就大喊 他也不講這個要扣多少錢 到廁所更猛了 我的廁所怎麼會漏水 結果這個房客呢 聽起來 沒有啊 哪有漏水 這個漏水只有房東自己看得到 嗯 然後他就開始 他就開始 他就開始 東摸西摸 你看漏水了 結果 一看馬桶真的在漏水耶 嘻嘻嘻嘻 有沒有 微微的漏 對 怎麼會這樣子呢 好 結果後來他說 好這兩個東西 剛好啦 一萬五啦 你在我這一萬二啦 後來我看你學生啦 少算你三千啦 我收一萬二就好了 喔 我跟各位講喔 你知道那馬桶怎麼漏水嗎 真的碰到 好 他趁他 他就學生在外面嘛 他走進去 走進去吧 他把他那馬桶的那個 蓋子打開裡 又不是個浮飄嗎 對 他稍微給他弄一下 那個水就開始一直在流 那個浮飄要弄起來 水是會從那個出水口開始流 對 那個浮飄要 歸到正位 有一個溝啊 對 所以就變馬桶是真的在漏水 這也太餓了吧 這聽起來是 你沒辦法防範 我想要激酸蓋板 我又跟他分享了 你也有什麼 他說 你怎麼就是你剛剛說的 叫你換對不對 對 你知道換的時候 激酸蓋板的價格很可怕 他可以有一片六百 一千二跟兩千多塊的 哇 所以他跟你說你超快 我這一片兩千多塊 兩千多是防蛋白的 還會防個掃射啊 誰會在人家宿舍掃射 是嗎 誰會在小數到流氓啊 男子的等級不同 那你被騙說 那我要換了十片 他給你乘以兩千塊的 可是其實只要六百塊 對 所以我要教觀眾朋友 照相 喔 有些東西 住進去第一天就照嗎 有些東西跟房東租進去的第一天 就什麼東西貴重的就先照照 來喔 你這西裝塊就是這樣喔 來你廁所位設備就是這樣喔 照相 當然是他不能夠不全全部啦 不會啞照 等一下會講 老師 老師 給他留下證據就對了 等一下就比較快 現在已經有人開始照相了喔 但是幾個月回來以後 他才知道 他照錯 因為他都照這種 聽中柏哥去照相 現在馬上廁所後面都蒙了 對焦對焦 智商好不好 學生 學生智商 走到牙齒 走一天 每個人摔下樓啦 然後有一天他在裡面睡午覺 隔壁一施工 琵琶 打地一打下去 結果他就覺得整個很晃動 然後你開始繼續打 繼續打 他就覺得怎麼越來越晃動他也不管 他覺得可能只是吵雜 臉面被蓋起來 啪 整個摔下 但姐姐是仲介專家 你一定有聽過很多租屋可怕的故事吧 嗯 有 我們之前有遇到一個比較 有聽過一個比較 就是他那個時候 像那邊的行情 有一個 也就是女學生 他剛出社 那他之後去找 那他說他自己上網去看 自己上一些網上去看 就 一般那邊的行情大概是一萬五左右 那他就看 欸很特別才八千 然後還可談 他就很興奮就跑到現場去看 那進去看之後 房東就跟他說 你看我其他間全部都是租一萬五 那我唯獨生那間最便宜 你看你剛出社會 我就租你八千塊就好了 然後你跟他談 對 然後就八千一萬五 他算 哇 那房東就講得很好聽 因為你長得很漂亮 所以我租你超便宜的 那你又怎麼樣 未來怎麼樣 就講了一大堆 然後他就很開心 馬上就簽約 然後就住進去 住不到大概一個多 一個月左右 就隔壁開始施工 但他一直都沒有注意到他自己的 住的那個房間 他只覺得他的房間 比別人小了一點 那他覺得還OK 然後有一天他在裡面睡午覺 隔壁一施工 劈他打地一打下去 他就覺得整個很晃動 然後他繼續打 他就覺得 怎麼越來越晃動他也不管 他覺得可能只是吵雜的點 棉被一蓋起來 整個摔下去 對 然後後來 整個摔下去 整個裂開 後來去看 原來他住的那個房間 是陽台外推出去的 是掉下去 對對 整個後來瘦 好可惜喔 好可惜喔 好塑造喔 對 他整個摔摔 因為整個是崩裂的 對 整個陽台是崩裂 因為他那個不是在主結構 他推出去 他沒有用阿西或鋼丁水泥 比較堅固 他可能就是用幾條簡單的鋼條架出去 他這樣也分租一個 也分空欸 對 就隔空 所以其實你從樓下看 其實 其實是那很容易判斷 別人的房子都是平的 有個陽台 那只有他自己拖一塊出來 請問他是租七樓還是八樓 他是租三樓 喔 三樓 好險 他租我是三樓 可是也是非常非常嚴重 顯然還自己以為是做夢 怎麼可能 自己要從一樓爬上去 因為有時候我們五歲會 不要拆下去 會要推一下那個豬 他整個房間就是 就是坍塌下去 請教一下後來的解決方法有配合 後來有 後來就是我們有去 就是後來他們就是有去做一些提高 因為這算是民事的部分 因為他等於是危險公共 對 除了違建的部分 那他還做一個出租的一個行為 他當然就是有一些關子的部分 那這樣 問一下我們法務了 像這種糾紛應該怎麼申訴 基本上齁 這個在法律上他當然構成這個 他應該要交付一個完整安全的 這個標誌給房客來使用 那當發生這些危險的時候 在行事上面他可能有公共危險的問題 所以他可能會有犯罪可能 第二個他當然這因為造成身家 已經造成可能身體或是財產的損失 那他可能也會受到損外賠償的請求 所以這個房客如果碰到這種房東的時候 在事後他可能要做一些舉證 當然他可以去驗傷或是財產的損失 這次還驗個屁傷 三樓到...三樓到一樓你把關 你現在...沒看到... 有時候掉下來剛好也沒怎麼樣 對... 三樓到一樓... 結果一樓怎麼樣就三樓到一樓 坐腦在上...厲害 滾得下來喔 好可愛 剛剛這個部分... 臉子有點擦髒 還會帶不到 是不是 真的是周星馳看太多了 這個部分當然都可以跟房東做請求啦 好...OK 這個...而且這個部分應該也涉及到公共危險 可能鄰居都可以跟那個房東做請求 三樓到一樓... 我們上班族租房子危機四伏對不對 對... 現在我們來看一個租房子要注意的幾個點 第一個 租屋設備看仔細 房屋設施談清楚 像你們自己在設備上面有沒有曾經碰過什麼樣一個狀況 我朋友他那時候挑房子的時候他有特別看過 他故意選了一個那個房東自己住的那個環境 算是小豪宅 那他租的等於是頂樓加蓋的部分 然後他那時候呢所有的家具啊什麼水電費啊什麼瓦斯啊洗衣機啊 各式各樣的家具都有爆化 然後他的租屋...就是那附近他有探廳過 然後他自己租到了八千塊他覺得還不錯 而且因為他看房東的這個就住家的環境 他覺得水準非常的高 他覺得應該不會有問題 結果好景不長啊他住進去大概不到不到... 大概一個月以後吧 小問題就是像比如說馬桶 他其實也不是堵塞他就是衝不下去 然後那個燈泡也就爆掉啦 然後住久了之後就開始那種冷氣不冷啊 然後瓦斯都是洗冷水澡的這種狀況 很舊了 對...那因為當時我朋友他是屬於半工半讀的就是學生 對...所以說他一些小問題 像比如說馬桶堵塞他會自己試著去通 真的是拖到問題沒有辦法之後他就去找房東 然後房東也不幫他修 房東就開始有點碎碎的捏 他說...好冷酸啊現在的學生怎麼會這樣 怎麼東西喔 我用了二十幾年都沒有問題啊 那你一用了之後就馬桶也不通啦 冷氣也壞掉啦什麼熱水溪 這是房東的話 對...就是他就開始...然後結果後來他就...他就...他不幫我朋友就算了 然後他也開始閒跟碎念 就像說現在年輕人都很差 欸有個小問題吃不了苦啊 就那邊叫別人幫忙還是什麼 他就開始勘托這樣子 教訓起來了 對...然後結果後來我朋友他就請認識的那種水電工 或者是有些朋友的爸爸來幫他忙 然後已經是比較便宜的維修費了 房東啊...他說你也不請我幫你修 我怎麼知道你是不是坑我還是什麼的 就很麻煩這樣子 欸這種連回家都不想回咧 對啊對啊 課業壓力已經夠大 回家還會看到... 那池子都淹出來 如果我講的先照相 對...就是其實我們進去的時候 像是一般的話我們幫客戶租房的話 在簽約前我們都會在現場先拍照 然後先去測試 對...就是會幫房客先全部的東西拍照 然後測試說使用上的狀況是不是OK正常的 不要說等住進去之後 設備又發生一些問題才有些糾紛 像隔間...像以前我們做補習班嗎 對...最嚴格要求的就是防火安全 對...防火... 所以教室的隔間是用最高規格的那種防火的材質 對...防火...所以消防場來跟你丟嗎 對...放火榜 對...真的假的... 都每個月會來檢查 難怪上次幾個消防隊來你不怎麼理他們 你不要亂造謠...亂造謠... 我想真的你去外面租房子 隔間的材質...安全度 對...很重要 可以要求嗎 呃...其實你...你沒有辦法要求 但是你可以選擇 像一般的話隔間有三種 一般就是...最簡單就是...最便宜就是木板隔間 你用敲的其實都可以敲得出來 這邊講話...隔壁幾乎都是... 對...就是...就是一個木板隔間 那種傳統老式的木板隔間 然後再來有分水泥隔間 那水泥隔間還有分...就像你講有沒有防火 那有沒有隔靜音板有沒有什麼... 那其實最簡單的判斷方式 其實你用手去敲就知道 因為有的房間會用很比較便宜的材質 木板隔間然後再上漆再貼壁子 那你看起來都漂漂亮亮 其實它只是一個木板而已 那個噪音跟安全都很重要 我有點小經驗 對... 我曾經在一個大學旁邊買一個房子 然後他們就說分租給學生很好賺 幾乒呢? 幾乒呢? 可以四十幾乒而已 然後他們就說可以... 隔了時間喔 那些紙品也很大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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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我為什麼知道這些 因為設計師來跟我報價的時候 他幫你裝潢隔間嘛 就有的報一瓶只要6萬 有的報一瓶要15萬 我說這價格怎麼差那麼多 這是剛剛直接講的 對... 它那個木板的材質 其實你表面看起來很漂亮 就剛剛秀琴說的 對... 可是真正的那個... 裡面的那個材質的安全性 我們要很清楚 對... 其實那個隔間喔 也未必是... 水泥的就一定是最好 因為我們談到看護設備嘛 那我們有時候頂樓加蓋 它有時候是水泥的 或者是那個公寓 它是整層 然後它隔一間一間的 那很多時候... 應該是有分三種喔 一種是稻草 水泥 對... 這是三隻腳坑的故事啦 唉呀...討厭 不好意思... 沒有了... 沒有了... 我剛剛提到說... 快忘記了... 快忘記了... 因為不亂耶... 因為不亂耶... 水泥未必是... 未必是... 是最好的 因為雖然你跳到水泥 可是你還是要注意到它的隔間 因為有沒有... 有沒有逃生空間 如果說它整個房子全部隔滿了 你也逃不掉 對... 其實它用水泥 你隔音再好 你到時候在裡面喊 你可能也... 隔壁也聽不到 小心... 足道的房子很長旋機 電視機你一定要看 好... 然後呢... 還有一個就是冷氣機一定要看 還有一個就是... 你正前方有一大片裝好的落地玻璃要看 第四個... 廁所... 這四個設備你要看一下 不是怕它壞 看它有沒有... 我是一個同事 然後他又住在頂樓家幹 那結果那個頂樓家幹呢 蓋得滿滿的 那剛好在公寓的一樓啊 那個... 堆放一些雜物 剛好有一天晚上 可能人家是煙蒂 沒洗... 丟進去 就... 就起火了 那起火之後呢 這個突然它在三星半夜 突然隔壁的室友來敲門說 吃火了吃火了要趕快跑 那結果因為他們是那個頂樓家幹的 然後在一陣歡浪當中 然後又看不見 這個沒有任何光線的情況之下 它剛開始還摸不到要往哪跑 對 還好是剛好它那個頂樓夾蓋的地方 沒有完全蓋滿 有一個地方可以跟隔壁洞 可以攀爬過去 很連結這樣子 它在慌亂之下呢 它還只拿了手機 所以說這個... 這個...這個... 有時候這個房屋的設備 其實你去看的時候 不僅是說你要注意隔間 這個還有什麼附射一些設備之外 那你在逃窗動線 這可能也都很重要 那我要提供一個看設備不同的角度 電視機你一定要看 然後呢還有一個就是冷氣機一定要看 還有一個就是... 你正前方有一大片裝好的落地玻璃要看 第四個...廁所 好 當然房間也稍微看一下 上面剛剛我們說那叫西...那什麼 西酸蓋板 西酸蓋板要看一下 這四個設備你要看一下 不是怕它壞 看它有沒有隱藏式攝影機 真實案例 來我要講 有部電影叫銀色獵物 對 銀色獵物呢 就是搞了半天 沙狼死東 沙狼死東 它從頭到尾都被它的這個所謂的房東 用好幾台Monitor 在監視著它 好恐怖喔 那當然限制集的部分我就不講 這是拖嘛 從拖泡袋送都有了嘛 我們一般... 他講這個的時候 我們一般都快轉到那邊 巷子裡的 所以我們現在來討論這部劇情是這樣 不是 我要講的是說 之前就曾經抓過一個房東 他在每一間的宿舍 而且呢 限租女性 好討厭這種限租 對 限租 而且租的時候呢 就像剛剛我們... 那個...我們的美女房仲講 他還會看你的樣貌 喔 比如說像我這種的 不租 像前面兩位的馬上租 租金少一半沒關係 好啦 他把針孔放哪 撤錢嗎 電視機 不是有個喇叭嗎 對不對 大家不要以為這是不可能的 曲美鳳當年是怎麼被偷拍的 前面一台音響 旁邊兩個喇叭箱 他的那個什麼助手 助理就是把針孔放哪 我去進去看到的 好 我就回到我的正題 有他那麼多 好多插曲喔 他很多時候 我就把他送進街裡 他完全可以 你知道嗎 太好了 我們面臨現行共賽 我們可不想 講的事實嘛 石柱不怕熱水燙 好啦 我們怕 針孔就放在電視機的音響裡 誰會去查那個啊 女孩子根本不懂 很多女孩子呢 跟自己的愛人同志呢 通常呢 床一定是對著電視機吧 那你跟你的愛人同志呢 如果你們浪漫一點呢 可能也許看這個 比較開心的片 然後做開心的事 然後呢 可能也許呢 中等的 就是只是做開心的事 比較厲害的保守的 還會蓋棉被 那至少還看不到 全部入鏡 全部入鏡喔 第二個 剛剛講那個吸酸蓋板 你在廁所裡面不是洗澡嗎 那你可能就 整個淋浴的過程 全部都拍下來 進到他房東的房間 才發現 房東裡頭 主機 拉線 全部拉得一影進去前 好幾台moni的 24小時側路 上班族朋友如果說 到了一個新的地方 我們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你最好先換鎖 因為避免那個房東 或者是 被用鑰匙 之前的房客 數位磨面的房客 突然出現 在你的房間裡面 好可怕喔 花一點錢可以 花一點錢 就是花一點錢 一定要換個鎖 一定要 或者是說 看你在 因為 換鎖如果不方便 那或者你可以選擇說 那個房東幫你配的是 那種密碼鎖 或是比較數位鎖 可以改密碼 可以改密碼 或是數位死卡那種的 那個就比較安全 那可能比較沒有辦法複製 或者你可能會出現 你睡到一半的時候 剛剛 剛剛講的是 睡到一半 睡到一半 對 突然出現一個 你數位磨面的房客 或者是 垃圾筆順 趕去自己的房東 就出現在你那裡 什麼 我曾經有啊 就是 就是 還已經那樣子之後 還以為是自己的老公 哦 老孩 有新聞 爬進來 不知道嘛 爬進來 社會新聞有 對 但是我還是要跟觀眾講 依照我們社會記者的經驗 去電視機 要小心 那冷氣機就是出風口 那前面 房東為你安排了一個 什麼韻律鏡啊 什麼落地鏡啊 我告訴你 那邊記者八成都有鬼 直接線拉到牆壁 我先回家了 有嗎 我們要檢查一下 是 我們來看第二個狀況 防盜防火全都顧 居家安全有保障 防盜防火 對 防盜防火 這個你們有在注意嗎 David 有啦 可是有時候你知道 其實住外面 大家就無非想要省錢 所以有時候 你沒有太多的選擇 然後 而且其實外面租的房子 通常都比較小 你也不會像家裡一樣 有整面的鞋櫃 還是什麼的 所以我鞋子有很多 所以我都放在外面 像我都這樣 你男孩子幹嘛鞋子很多啊 就是我都放外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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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會鞋子 所以應該也是都拿的 喜歡買鞋啊 然後可是我 因為我 你知道男生臭男生嘛 鞋子就比較臭 就是你不可能放這樣 沒有 是你比較臭的 所以是我的問題 不要盤大到男生 對啊 反正就是 因為房子也比較小 你通風通常也沒那麼好 所以一定都放外面 然後像我之前就鞋子有被偷 就那時候 就是彈簧鞋剛出來的時候 一雙很貴啊 對啊 然後就是就放外面 然後回來之後我就覺得哪裡不對 怪怪的 然後就 後來想到 我那雙鞋怎麼不見 然後可是因為一層好幾戶 而且都 我剛好是住在電梯旁邊那一戶 然後變成說你被偷 你也不知道說 對 到底是 同一層的還是其他層的 然後可是 那個 我們那一棟很妙 他有管理員 可是管理員上下班制 他是早上八點到晚下午六點 然後 這邊有上班 然後其他晚上就沒上班 所以他不見了 然後而且 調監視器 他說那你要去報案 要報案才可以調 然後你就會說 那你腳上這一雙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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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鞋嘛 請問答的 對啊 然後就不見了 然後你也 沒有辦法 那有些社區的管理 是不准鞋子 或鞋子 對 因為開放空間 一律不可以對方雜物 對 會放一些腳踏車啊 對 或小朋友 那些小玩具 對啊 那Kedy你有嗎 像我的話是 我們家以前曾經就租一個房子 然後那時候我家是住三樓 然後我們家一樓是 就是賣燈飾的店 然後就是有一次啊 就是晚上我媽媽那時候在陽台 然後曬衣服 她就發現說 一樓怎麼會有煙啊 就開始竄起 可是我媽想說 可能是人家晚上可能在煮湯之類 後我媽苗頭不對說 一樓是燈飾店啊 營業白天晚上怎麼可能 會就是會煮東西 後來我媽立刻喔 聰明報警 然後可是因為我們家那是住比較老舊型的公寓 它是沒有警鈴 我當場那時候我還在睡覺 可是我被我媽媽的聲音叫醒 我媽當場疏通人員 一樓這樣 吃火了 變了 然後我說我媽好厲害 然後當我起來的時候 那時候跟我姐姐我們起床說 我們抱狗一能抱一隻啊 出去的時候整個一濃煙串了 我們在三樓 濃煙串整個都是 所以我就覺得好 是真的吃火 是真的吃火 而且那時候我們還有上一點就是社會版的小新聞 新聞是有博報的 所以我就覺得說其實如果以租房子來講的話 最好我是建議啦 一樓最好不要是店面 如果你看 因為那時候是因為是電線走火 喔 賣燈的那種 對好險是我媽媽有發現 不然其實我們搞不好 運氣不好 整棟樓都燒死了 這時候媽媽就重要了 對 你媽媽算是蠻機靈的 他一定啊 真的賞門大到我下行耶 對啊 我最近有一個女生的朋友 她也是學生 然後她就在一個美容美法院的地方 的地下室租 然後呢 那個她有兩個出口 然後一個是通往直接樓梯 你就可以出來 那個門呢她是可以自己鎖的 那另外一個是通往那個美容美法院的倉庫 所以只有倉庫可以鎖 從裡面鎖 所以她在裡面就是不能夠對那個門怎麼樣 那她有一次呢在睡覺的時候呢 就突然睡到一半 然後她就聽到祈祖祈祖祈祖 然後呢她就眼睛睜開 然後是房東已經在她床旁邊 然後衝上去抱她 然後她就嚇 然後她當上就覺得好可怕 然後就她就趕快 她就尖叫 然後那房東也嚇 然後就領業東西就抓了一部分 就跑走了 然後我們就說為什麼你不報警 然後那個房東她就有黑道背景 所以那個美容美法院是有黑道背景 所以她就不敢怎麼樣 她只好就是只好直接逃走 連訂金都不敢 鄰居就碰到惡靈 惡靈居啊 我遇過 我之前喔 住一樓 租 租的喔 然後是住在一樓 然後房東還跟我講說 江先生 這個二樓啊 暫時還沒租出去 所以呢 二樓的頂樓啊 就是你的 喔 頂樓就是你家 你家還是你家 那當然廢話 好啦 你到頂樓就可以曬衣服啊 抽煙啊 烤肉啊 多好啊 是不是 而且前面還有庭院耶 我庭院還可以停機車 結果沒隔多久呢 一個多月之後呢 房東跟我說房客找到了 還跟我說是個美女喔 他這樣跟我講 真的是個美女 但是她是酒店小姐 我為什麼知道她是酒店小姐 我為什麼會知道 來 我們來看她的作息 她的作息是這樣子喔 第一個呢 她每天都是半夜三點左右 三四點左右才回家 然後再來呢 就是她大概差不多是凌晨七八點才會睡 然後下午呢 又是三四點才出門 好 所以她那個作息 從頭到尾就可以知道 那重點就是 她的作息跟我完全不一樣 她就會打擾到我 因為我剛才已經講了 我前面的一樓的大門 是共用的嘛 她回家是不是一定要開這個門 然後經過我家的庭院對不對 沒在睡覺 對 那她又有騎機車 所以她的機車也要停進來 她的機車也要停進來 她的機車也要停進來 她每次回來的時候呢 她就必須要把這個大門的小門打開 上面的門是在酸開 這裡的門是在弄開 然後這邊全部再打開 她機車才有辦法停進來 你的條件也不是很好 現在她沒有喝醉酒 她的勞工一都這樣 這吳先生就很了解 但我要跟黑人講 那是在她精神狀況好的 我說太陽 這樣進來 因為有一次喝醉酒 她是直接衝進來 把我們家大門給撞爛 直接油門一吹 而且我還印象很深刻 她在吹油門之前 我還聽到她問候了 很多人的爸媽之後 她才衝進人家庭 就是有這種一句 嗯 對 所以我們來看這種狀況是什麼呢 所以你挑選房東跟室友 左鈴右色道問清楚 因為我知道 剛才學位老師還沒撕 所以呢 我就講 講得很快 現在撕完了 我就要開始把後面的講完 觀眾覺得 還不知道我們這個主題是什麼 好 學位老師你知道嗎 我根本 我有問啊 可是我根本不知道 房東前面他沒有租出去 後面他突然租出去 可是重點是他真的很漂亮嗎 他真的是蠻漂亮的 但是漂亮 發生以下這樣的事情 你能接受嗎 我現在講了 嗯 有一次半夜三點多 四點多的時候呢 我被吵醒了 哦 我跟你講有時候人被吵醒 什麼聲音你是分不出來的 你只知道說 嗯 就吵就醒了 醒了呢 就會想尿尿 那我們家我一樓的廁所 都是在防火箱 靠近防火箱裡面 我就去啦 就去尿 這樣尿的時候 跑社會新聞的人 通常都比較怕鬼 因為我們 我們知道真的有鬼這種東西 就聽到貓叫 嗯 嗯 貓叫是這樣子 一開始叫 如果叫得還好好的 你頂多毛毛的耳 可是叫到後面 他會開始叫的頻率越來越高 嗯 這樣子 然後到最後呢 我聽到的聲音是 啊 你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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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有興趣的 人啊 貓叫 你懂我什麼樣子 他說貓叫 我認真 好了 我就去他了 因為 貓叫 你配的聲音跟我當初聽到幾乎一模一樣 聲音 要在低發度 大貓 要低發度 聲音比較短 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就 不是貓叫 那是人在叫 怎麼可能人會這樣叫 因為那個人 我後來有去稍微了解一下 喝酒喝到嗓子壞 可是誰說 喝到喝到嗓子壞了 不能跟男朋友愛 還是可以啊 哦 那可以 還是 人怎麼可能這樣 哦 沒關係 你不要講清楚啊 你太真的單純了 你在講 不是 不是我當然知道 你沒有講清楚啊 然後我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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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在尿尿 然後 又聽到那個聲音 然後那聲音又 之清楚之常的 清楚就是因為他就在二樓吧 所以你其實他們太長對不對 聲音太長 後來我老婆就講 老公 為什麼你現在半夜 老是固定時間會起來尿尿呢 其實沒有 後面那句是開玩笑 但是你就是聽得到這聲音 害你尿一滴 因為他鬧不出來了 對不起 我年紀還年輕為我 然後還有 動不動就帶一堆朋友回來 然後就開音樂 然後都是聽那種 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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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 對 然後五點多了 五六點了 到門口 十八香送所有朋友回家 但是那門也是我的門啊 然後就在那邊抽煙 然後幹嘛的 有的還有時候還坐在我機車上 因為隔天機車上面還有煙蒂 有一次他們就是在那十八香送 很吵 在家裡頭我報警沒有用 因為這是我家也是他家 報警警察覺得很怪 他一出門我心裡想有機會 逮到機會我就報警 警察真的來 半小時後才來 他早就送完了 人也回到房間睡覺 可是這種即便來他也是規勸而已嘛 他也不可能 房間安妮警就是規勸而已 對 規勸不能開單啊 或什麼 後來終於解脫了 因為我搬走啊 我搬走就解脫啦 他不散我散嘛 問你搬走 房東有和善跟你解決嗎 有 他有稍微一個月押金 稍微一個租金 他也知道狀況 那就還好 少一個月租金 不常 白天清幽 安皮亞居然炒半天 昨天我去的時候 因為大家都不在 所以很安靜很清幽 晚上那個家家戶戶都有人 聲音好大 那個天氣好像是 對 那是什麼 我發現我一站在陽台 每家什麼聲音 電視聲音 炒家聲音 開門聲音 我全部 對 我真的就厲害了 哇塞 我好不容易租到一個房子 想說環境也不錯 然後呢 就是大眾運輸什麼都 生活機能非常好這樣子 然後後來我就去附近 然後洗頭 然後後來那個設計師 就跟他聊聊聊 然後他就說那你住哪裡啊 我說喔我住前面那個什麼 什麼路的幾棟這樣子 然後那個洗頭洗到一半就停住了這樣子 我就說怎麼了 然後他就說 你怎麼會住到那邊的 我說沒有啊 找了還蠻久的 然後這個朋友說 欸這邊環境還不錯 我說那個價錢也OK啊 房東也很和善 然後裡面的屋況啊 什麼都很OK這樣 他說那你有去問過你的周邊鄰居嗎 有沒有打招呼 我說樓上樓下都有看過 只是我對面的沒看過這樣 我就一直常常晚上一直聽到一些那種 呃哭聲然後吵架聲 然後吵架聲 你有點嚇我的白頭 我沒有嚇你了 我只會 我只會回頭看你樂 你都 好好我們在旁邊 就吵架聲 然後開始就會有砸東西這樣子 然後我想說啊 可能就是一般夫妻家裡面吵架什麼的 這個事情就一直每天發生每天幾乎同一個時間 而且是很呃就是大概是 國高中的青少年的聲音 跟媽媽的聲音這樣子 然後就是兩個 可是聽不太出來他們的對話是什麼這樣子 然後這個聲音就是哇 這一個禮拜了我實在是有點受不了 然後我就去問左右鄰居他說啊沒有啦 那你要體諒他們 他說他們其實就是有一點那個精神狀況 不是很好 對 然後鄰居其實就很多很多次鄰居都已經有找救護車啊 或者是找警察來來來處理 可是就是阿宇就是說他們就是母子就是都沒有人照顧 然後老公就是已經跑掉了這樣 然後之前哥哥更嚴重 之前哥哥就是就是吵架然後就是精神狀況不好 然後揚言就是就是要爆瓦斯然後要炸掉整棟公園 而且全家都是精神狀態的問題 對對對然後哥哥已經被抓去關了嘛 因為已經干擾到 全家都這樣 就媽媽還好 然後就是小孩 然後就是小孩 這個部分喔其實這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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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 就是說你的鄰居或是你的室友發生這種狀況 其實這個當然第一個時間要跟房東反應 同時要報警 因為這個已經有公共危險的問題 對已經知道他要點瓦斯了 對對對 不過我覺得租房子我有一個經驗就是白天要去看晚上也要去看 對 我在年輕的時候第一個鐵皮屋住了三年嘛 那三年後呢 你那時候住多少錢啊這樣 五千塊啊鐵皮屋的時候 鐵皮屋五千塊 就頂樓加蓋五千塊 後來本來補習班邀書狀況好一點就搬家想搬到離補習班近一點方便 結果呢就去看了房子 白天看了很喜歡 因為我動作非常快 好啦很喜歡 就先付三萬塊定金 付了以後呢就想說 欸白天看得不錯 那晚上上完課以後 想說再去逛一下好了 因為明天要簽約了嘛 所以又打電話說我們再來看一下好不好 他說好 所以晚上我再去看的時候 哎呦糟糕了 沒有 為什麼呢 因為它也是舊式公寓的三樓 三樓還四樓我忘記了 結果你陽台一看 你知道是那種四戶的陽台都在一起這種 就一樣四合院的 四合院 天井 就看得到水面這樣 對有一個天井 看得到另外三方天井 而且非常近 很近 白天我去的時候 因為大家都不在 所以很安靜很清幽 對 晚上的時候家家戶戶都有人 聲音好大 那個天井好像是因為那個什麼 對 對 我發現我一站在陽台 每家什麼聲音 電視聲音 小家聲音 開門聲音 我全部聽得到 所以我發現白天看 不準 晚上還要再去看 對 我有一個女生的一個朋友 然後呢他就是 他租的那個地方 他是跟房東是一起 住在同一層裡面 然後房東是男生 然後衛浴的部分 他的廁所呢 跟他洗澡的地方呢 是分開了兩間 然後有一次呢 他就這樣洗完澡之後 洗完澡出來 然後衣服都穿得好好的 一走到客廳 然後房東就這樣 有點喝得醉醺醺 然後說 我覺得你穿黃色內衣比較好看 然後想說 那女生說 什麼意思 他就想說 看一下他身上多少錢 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就百思不得其解 然後有一次呢 他就突然去上廁所的時候 然後就坐在廁所上面 然後又在想到這件很害怕 然後就看天花板 然後就看到一個很清楚的手音 在天花板上面 他就覺得手音到底什麼意思 他就站在馬桶上面 然後就 手就發現手音上面 然後發現就有個通氣孔 就廁所的通氣孔 可以看到浴室裡面 就清楚楚 看他洗澡 好噁心喔 然後上去之後 會不會看到通氣孔 那房東剛好在家 那房東剛好在家 那房東還假裝沒事這樣 太乾了 錢忘記了你 他媽嚇沉你知道 你跟他姐 嗯 故作輕鬆撞 所以他就覺得 太噁心了 所以他就最後他就 一樣就租金也不敢拿 然後就跑掉了 好 我們看下一種情形是什麼呢 你要考量生活的便利性 觀察交通與周邊 喔 這很重要 可是現在我覺得 在台北是都蠻方便的 對 如果 你看那個便利商店 好像 五部就一家 就到了 對 其實呢 就是大家不是說 要找環境好嗎 那而且重點是我那時候 還有特別看那個便利性 所以說7-11還不夠 我最喜歡住 剛開始的時候 最喜歡住的就是 那個便當店樓上 而且我還有挑過 我不是住二三樓 就解決了 對 就可能也不用化妝啊什麼的 只要下去 就馬上來的 不用你跟老闆打好關係 繩子放上去 還可以送 還可以把你送上來 真的 不用啦 你弄個甜甜的大餅 發在這 餓得到現在吃就好 那時候就很喜歡 挑那種便當店 或者是很多那種 吃的的附近 這樣子 因為想要很方便 然後結果 而且我還很聰明 我挑了四樓 我想說應該還蠻高的 不會有這種問題 然後結果 好啦 住了一個月之後 我就發現說每次只要衣服啊 你只要曬 洗好曬乾 放在陽台上 超過三天之後 那衣服要重洗 因為油煙會超重 對 然後回家的時候都忍不住 從一剛開始 會怕什麼小強啊 老鼠啊 還是什麼 到後來之後就 嗨小強 嗨老鼠這樣 那你就可以買 譬如說圖案上面有雞腿的 穿出去有雞腿味啊 勢必的T恤喔 到底有啊 好可愛 視覺加味覺都有 很多元素 我覺得其實聽了很多 莫名其妙怪經怪狀的狀況 史潔最後幫我們做一些提醒好不好 好啊 是您可能跟房東看完 不是就馬上離開 你可以從房子的外面 往上看 然後看周遭環境 然後看頂樓有沒有基地台 然後有沒有邊電箱 電塔這一類 都是你從外觀 因為你從屋內看出去是看不到 那你從房子的外面啊 或對街 往你要租的那個房子看過去 然後去留意周邊的 對那比較也不建議 像剛剛有提到樓下有那個做吃的 其實樓下做吃的啊 你只要住樓上 只要是公寓型的 樓上都會很容易堵水 對 因為一樓你做吃的 他會把樓下那個排水管全部都堵塞 那你二樓就會堵塞 對啊我還住的還想說 那個樓下就是市場 非常便利 媽媽來很喜歡逛市場 可是呢就會很多 味道就 對然後就是什麼水管堵塞啦 然後蚊蟲啦 老鼠啊蟑螂全部 對那個串上來 所以你晚上也要看 對就是白天晚上 然後一定要住 整個注意周邊的一些環境 不是只有看你本身要租的那個房子 周遭的環境 然後多問鄰居這樣子 其實現在買房子租房子 是可以查到之前有沒有就是 凶宅或發生 對啊像一般你像要上網 像你打一個凶宅網 可以打他可以搜尋 那還有一些方式 除了問鄰居 或者是查 從網路上查一些社會新聞 像之前就有人租到 隔壁一整棟是KTV失火 其實你把地址打上去 凶宅網就可以查得到 然後或者是到當地的警察局 也可以問得到 對都可以 其實這個是都有方法 只要你用心去找 然後去多問鄰居 其實都可以問得到這個房子 還有一個其實最簡單的判別方式 從租金上 周遭的租金行情都是這樣 為什麼這一間特別便宜 那你就要多用一點心去 去觀察他是不是凶宅 或者是一些特別的問題這樣 所以說我東西減便宜的心態 竟然當然愛學英文 你知道聽到那個條件 這麼誘人這麼好 那就是 Too good to be true 老外最喜歡講這個 就太好引起 他不可能是 真的 而且練練練練 Too good to be true 偏比較多象音 你知道嗎 法務幫我們補充一下 我想 剛剛前面有提到一些 可能會面臨到一些狀況 那我覺得說 這個 念法律的都有一句俗願 就是說 法律是 保護總法律的人 OK 所以 這些事前的這些工作 如果都能夠做齊全 那事後如果發生 你就必須要透過合約來保護你 所以其實有些房東他會比較圖方便 他可能會去買那個文具行的這些 比較便利式的合約來看 那我覺得說 你不要覺得說 你看到租金便宜或是環境好 你就很快的 就趕快簽下去 你還是要主題要看 像剛剛碰到這個凶宅 或是這些 可能一些修繕啊 或是一些問題 其實你都可以把它約定在 在你的合約裡面 假設事後你才發生了 就是說你窗戶打開 你才 或是說你哪一天 這個彩繪玻璃掉下 你才發現後面是浮地的時候 那你怎麼辦呢 那時候你可以就按照那個合約 來跟房東做一些主張請求 甚至你要離開的時候 他就不可以去扣你的押金等等 這些都可以在合約裡面 要把它寫清楚 這是我們可以做的那個後面的補救措施 就是還是盡量多小心謹慎 步驟採取得完全一點 可是大家還是有時候 預算有限的情況下 對啊 就是學生時期 很想跟你們其他講 沒關係啊 如果碰到比較奇怪的事情 就當有人陪你睡覺 睡覺 怎麼看得開 怎麼看得開 謝謝 謝謝 謝謝